3月28日是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冠军 中国跳水队队员全红蝉的生日 国际奥委会官方在当日上午发文晒出了全红蝉在东京奥运会上的满分动作 以及她创纪录夺得466.20分的全过程 这已是国际奥委会官方连续三年发文为全红蝉庆生 足以见得这位来自中国广东湛江的小姑娘所取得的成就带来的影响力 全红蝉出生于2007年3月28日 东京奥运会是她第一次代表中国跳水队出国参加国际比赛 就来到了竞技体育最高的舞台 并且一出道即巅峰 在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 当年年仅14岁的全红蝉在全部舞跳动作中有三跳获得了满分 分别是第二跳的407C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 第四跳的6243D 臂力向后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 以及第五跳的5253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躯体 这三跳的难度系数均为3.2 全红蝉也均是拿到了96.00的满分 且在第三跳的207C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动作上全红蝉也拿到了95.70的高分 满分99 连同第一跳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上获得的82.50分 满分90 全红蝉的全套动作得分为466.20分 距离这套动作的满分477分仅差了10.80分 来到了一个前五古人后也基本不会有来者的高度 全红蝉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震惊了整个国际跳水界 这个跳台上涌现出的东方天才令无数人羡慕 从那之后的三年来 全红蝉又连续夺得了陕西全运会冠军 杭州亚运会冠军 并于今年初成为了多哈世锦赛冠军 不仅对于四年一届的大赛把握机会齐佳 也终于在第三次参加世锦赛时摘得了单人跳台项目的桂冠 如果在4月19日至21日于中国西安举行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时夺冠 全红蝉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女台大满贯得主 有意思的是就在三天前全红蝉与柏林获得了本年度世界杯分战赛女子十米跳台决赛冠军 她在决赛中跳出了432.80分 被网友戏称为最会空分的跳水选手 全红蝉的生日是3月28日 与她所得分数的后三位数字相吻合 而她所获分数每一个数字相加之和又恰好是17 等于是用这个冠军提前为自己庆生了 也正是因为在东京奥运会以及之后的优异表现 国际奥委会官方自2022年以来 在全红蝉15、16以及17岁生日时 已经连续三年 在官博上为她送上了生日祝福 并希望大家一起来回顾她三年前在东京奥运会上的经典表现 在这边